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收看剧场会客室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梁建棠先生 你好 很开心 我可以跟你聊天 多谢你叫我上来 我也很感动 很害怕 你见不见到我特意为你而着这件衣服 我最喜欢这些珠片的东西 我最喜欢线线的东西 我也是很喜欢 水晶 珠片 我做这一行也是因为我喜欢这些东西 真的吗 是因为真的喜欢这些东西 我很喜欢闪亮的东西 闪亮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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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还喜欢做这一行 其实你何时开始打算做服装设计 我追溯很多年前 我以前读中学的时候 学校里面有很多戏剧比赛 模仿大赛 那时就帮同学做一些舞衣 我们同学很喜欢扮出一个荣莉演芳 那时就会做一些形象 做服装 因为我家里是做山大厂的 所以家里有衣车 有剪刀 有衣车女工 所以很多时候就会找那些游戏姐帮忙 做一些衣服给同学穿 自己钉些东西 加加减减 从那时开始 我自己就觉得这东西很适合自己做 我开始很有兴趣向这个方向去做 你说山大厂是制衣的吗 制衣的 我家里有很多兄弟姐妹 我有八兄弟姐妹 所以我爸爸裁衣 妈妈就是摺衣 或者将成品里面打包装 姐姐那些全部落衣车位 而小小的时候 我开始拉布 把布里面链布铺平后 预备落电剪剪 所以我小时整个家都是一家大小在这里 别人是专家裁 我们就在这里做衣服 很厉害 很玩强 像家族企业那样 家族的 很多人的 所以我小时就觉得布很友善 所以我又喜欢做这件事 你最喜欢什么布 我说我喜欢闪的那些 闪的那些 我又不一定的 不过对我来说 我就喜欢一些 因为我做设计 没有固定一件事你很喜欢的 因为我经常转的 譬如这样 如果我喜欢什么颜色也好 我有时喜欢蓝色 我有时喜欢金色 所以如果一段时间喜欢蓝色的时候 所有蓝色布我都很喜欢的 我都会有感觉的 所以譬如我那段时间很喜欢一些红色的东西 无论是红色的七皮 红色的真皮 红色的朱片 就是红色的装饰我都很喜欢的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不太支持的 即是颜色去决定你喜欢什么 是的 没错 我也是的 设计也是这样的 我很多时候都是先定颜色的 是用颜色的 我设计的衣服里面 这些议员都是可能独立的一个颜色 一个颜色一个颜色 或者整批 譬如开场整批红色 我喜欢这些那么震撼性的设计 或者开场白的那些 所以我通常都是这样的 是的 还有我看过你说黑色48楼 黑色的 是的 你说全部是黑色的 是黑色的 很有趣 我一直都是很颜色的 喜欢闪闪的 但是那个表演 我突然想挑战自己 什么叫黑色48楼 不如教一下 那我跟导演说 不如我这次全部用黑色 他们听到黑色之后 都呆了 她的脸有没有变成黑色 呆了 因为他们都觉得 黑色好像ASM那样 因为前后台都是黑色 而且黑色上是没有东西看的 我说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 黑色我给了很多层次 很多的配搭 所以我 于是我就很有心意去找黑色上的 因为其实不同的厚薄 不同的质感都不同一点 所以我给了不同的订阅 他设计了之后 他觉得我挺好看的 所以其实我很多时候 就是看自己的心情 是 其实黑色真的很多 因为我刚刚就要去拍一些照片 就说明要穿黑色衣服 接着我就把整个季的黑色衣服拿出来 根本是不同的 根本每件衣服都不同 其实黑色也不是很满的 其实很多时候 我认识设计那些 其实某一个颜色也不是很满的 看你怎么用 黑色其实也挺好玩的 又是性感 又可以表达性感 又可以神秘 又可以代表高贵 又代表骯髒 甚麽都可以 而且配搭东西容易 你撞什么颜色也可以 如果演员跟我说 他突然很肥的时候 就说给一些黑色衣服也可以 你现在也会说的 真的吗 阿棠 我最近肥了 可不可以想一想计计 那些 我可以帮你想一想 于是就在这些位置加一些 我已经明白了 其实黑色48楼 每个演员都跑来跟你说 所以你才说 我胖了 我胖了 可不可以继续一续想一想 所以你跟导演说 导演员就很开心 我也是挺开心的 就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那接着呢 你由这个山寨厂 怎样去再变 变到现在 其实我 因为始终 我家里只有我一个男孩 所以 很多时候 你七个女孩一个儿子 七星半月 记得吗 是的 我家里有六个姐姐 一个妹 很多时候都会觉得 你家族生意 当然是那个男孩去做 但是我帮家里做过两年制衣 我觉得时装不太适合我 我的东西都是夸张的 我觉得呢 我不懂去做一些很潮流上的事情 而且那时候 家里自从山寨厂 都不是很着重设计 是着重制作的 所以我就觉得 不如我偽然 不如我 不要后悔 跟自己说 我要完成心愿 我就读了演艺 我就入了演艺 入了演艺之后 我就 可以找到自己的理想 所以在演艺之前 其实都追追尋尋尋尋尋尾密密 就是这样去找大家自己的方向 但是很肯定知道 fashion 就不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是的 你是舞台设计 舞台 我很喜欢舞台的东西 我那时候讀设计 我记得我 我未入演艺之前 我读过沙铁的Ti 即设计 那些 那位老师 看到我的设计图 通常这些设计图 很漂亮的 那些时尚的设计图 全部模特儿都是这样打側 画得很有扭的S 我这图就画得很正经 或者不是很突出 但这些衣服是很夸张的 那老师在看我的图 我说 你设计Cinderella 所以我知道我的口味 不是很适合时装 但我反而是一些很模台 或是很表现上的东西 我自己很清晰 所以无论由小小过 到帮同学做设计的 那些梅元芳 张国荣的衣服 或者之后到毕业帮 设计的东西 或者跟现在做秀的东西 都适合我口味 那你进了去 技术学校 是的 那你学的时候 是怎样学法 还有什么困难 很有趣 你觉得我演艺应该读什么大学 即是服装吗 服装 服装还有份 通常人们以为我读服装设计 因为我现在正在做设计 很多人以为我是服装设计毕业的 其实不是 我那时候 我由第一次到现在 这一刻 我都没有想过自己做设计师 很有趣 所以我觉得自己做设计 因为我进去的时候 我一个家做山寨厂 很多时候都觉得制作是重要的 我想多学一些怎样做 所以设计我又不是很懂的 所以我进去读演艺的时候 我是读服装工艺的 我是做衣服的 我就是裁衣服 而且就是负责在舞台 就是策划服装做些什么 服装部装是什么 譬如 一个需要多少衣服 哪个演员穿什么衣服 什么装衣服 买什么布 剪装是怎样的 由制作做起 例如晚上要进去下面更衣服 帮演员化妆 腸妆 即是逐温化妆 跑来跑去的那些 我们很多时候 由那时开始学起 很好玩的 很好玩的 真的很好玩 因为那件事不是坐在那裏做的 譬如你裁衣服 你都要铺起那块布 然后剪装 怎样去活动那块布 即是装上人身裏 再配合 你可以演员的身体 再模式 你觉得变化很大 而且就算同一个 很多食牌子一样 都是计划出来的 但摆上人身裏 你会发觉 原来那条素的方法 永远都是不准的 千变万化 因为人家的身形 可能突然间 可能背脊游可能会颇辈 可能会阔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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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时候的千变万化 令到你觉得 可能性都很大 而且我觉得 懂得做衣服的人 那本钱是大一点的 即是层约 即是如果我将来没工作做 我都可以帮人改衣服 可以坐在街边 帮人修补 或者做衣服 因为我觉得那样东西永远是一个 就是叫做手艺 所以我就很开心地 去演的时候我就读这件事 二来我觉得 在做秀的时候 我认识了很多 就是 舞台的朋友 因为是很团队的 无论你是和演员也有团队 和后台也有团队 即是和自己服装部 和朋友也有一个合作的团队 的时候 我很喜欢这种大家庭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 演艺那四年很开心 令到我觉得 你学得了很多东西 都学得了很多东西 不过我觉得有些东西 不够在毕业之后出来 应用那一刻 那么 就是那么 那么学得多东西 但是演艺的基础 就达得好 是的 那你有没有印象 是哪个演唱 你学得最多东西 演艺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 始终我们是四年 第一二年 我们修生很少 我一年修五个 只有我一个男生 通常这些操纵的东西 都会男生做先的 但其他同学都一起做 但通常 有些很多时候 要跟的表演 我们一起去跟 但很多时候 可能去走地 或者是一些劳动的东西 我会先去 所以很多时候 我会很前线地去 去学所有东西 那些东西就得着了 譬如可能 你要设定这些衣服 挂好他一套套 或者每一套衣服 要分名 哪个演员 那套衣服挂的时候 哪个方向 很多时候 那些时间去学 而那些东西 可以帮助到我现在 去做 譬如在后台策划的时候 服装策划的时候 你只要知道 如何整理一个表演 一个服装部 那我们由 早上 零九上堂 到下午放学之后 晚上就在后台跟表演 所以基本上一年 我记得第一年演艺的时候 我跟了十个表演 你想想 一年中一个学年 只有十二个月 也没有 有点复暑假 但可能一个月里面 可能连着两个表演 那样 就是学的东西 或者实践的东西 令到我打到 跟机会几好 是 开心的 但是辛苦的 对 我听你讲的 你见不到 你会没有 就是家人会带来报警 问你 你去了哪里 或者那些节日 那些不见了你 因为永远都是 我要做表演 或者我要去上学 或者要做衣服 所以很多时候都会 见不到家人 我唯一的儿子去哪里 是吗 就是 你读的是什么书 你读书 但问题是 就是早上八点多出去 晚上十二点多才回 回来就像吃僵尸 又不知做些什么 所以他们会担心 亦都觉得 你这么辛苦 挨奸底夜 日渐越来越残 那你会为什么呢 但样子是越来越开心 但心灵就很开心 样子就开始走下坡 好像吸毒 对 通常做舞台都是 戏剧都是吸毒 都是上瘾 我很开心 因为在演艺里面 你认识到很多朋友 那些朋友到现在 仍然都一起共事 你想想在演艺里面 无论是演员 后台 后台代表是舞台监督 灯光 服装 布警那些 基本上就是 以前认识的 现在在合作的时候 在后台都蜜蜜蜜蜜蜜 很温的 是 那你第一个 即是毕业之后 第一个自己出来做的 是哪个 我第一个 我很庆幸 我未毕业的时候 就出来做设计 这是这么多 我有两方面去发展的 是 因为我读学做衣服 所以很多时候 我是做 那些叫服装统筹 多一些 服装统筹 就是管理件事 不是设计的 帮设计师 他出了设计图 我根据设计图 或者他选择布料 我去买布料 找师傅做 然后安排示身 然后到演出的时候 后台安排衣服 帮他穿衣服 要改衣服 或者帮他清洁 洗衣服 元叔打包装 一条龙服务 叫服装统筹 除了设计之外 其他所有和衣服有关的 都是我 总之设计师 我设计完后 设计给导演他喜欢 那一集图就交给服装统筹 他就一脚踢了 那我就做了一件事 我记得我第一个 去帮个表演 叫做 毕业之后 帮个表演是Opera 叫做《纳暴M》 是陆景文的歌剧 刚刚一个毕业的学生 去面对百多人的演出 即有二百多套衣服 其实很拿名 但我很开心 因为当时我学了很多东西 而且我竟然能够应付 所以我觉得自己是一个 都能捱到的 都觉得自己应该适合做这一行 做意大利歌剧 做意大利歌剧 是的 例如音乐歌剧 里面是三幕的 每一幕里面 人们不停换衣服 还有那些演员都很难服侍 始终都是 嘱们都是粒粒巨星那些 可能都有脾性 是的 即突然间冷气大一点 他又会吵 很多时候要怎么去 所谓要协助他 或者你说去帮他也好 服侍他也好 最重要是令他演出舒服 那时候我觉得那满足感很大 但是后来 这个就是服装统筹工作 如果假如设计的时候 我第一个设计的时候就是 智群剧社的渠秋白之死 是 是的 很久 我现在第一次在沙田大会堂做的 在文语厅做的 对我来说很震撼 设计师 设计师三个字 梁健堂 那种感觉突然间好像 就是 就是 但他们的剧团 在很多前辈的剧团里面有很多前辈 去教你 或者说你会知道你如何 很多时候他给了很多支持的时候 我觉得他做得挺开心的 所以他投开是挺好的 是的 是的 但是我想问 你初初是服装统筹 那时有个设计师 是的 你那时候是否真的仰望他 即是觉得设计师很厉害 但是我只听到 我觉得好像是两个工种 是吗 我一向都没有觉得设计师很值得仰望 是 除非是谁 因为你后来做剧七八的时候 说服装设计师是梁健堂 所以 那种意外的感觉是 很多时候就是那个长刊 或者那个字 你的名字摆位 在那个位置 你觉得自己好像升在一级 所以令到自己会突然开心 但是对我来说 我又不觉得服装设计师 是特别很值得仰望的 因为我做服装统筹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 会和设计师有直接的对话 合作 所以服装设计师里面 有多少的筋量 多少的准备功夫 其实我会称到 是 所以如果假如服装设计师 有准备 或者他有一个 很有想法的时候 我觉得那些服装设计师 是值得尊敬的 还有那些值得学习的 是 有一些 没有准备的时候 他就会被我欺负的了 嗯 因为我会认识 我会认识 剪装设计师 其实你的衣服是否想这样剪裁 其实你的衣服是否想这样做法 其实你想怎样的 是 很多时候就会这样去问他意思 所以 为什么我现在做设计 这么舒服 就是因为我会剪裁的时候 我可以 不会被人带到 是 是 反过来 那是否设计师 可以是真的不懂剪裁的 可以不需要 可以 就是美学的一件事 美学的 但我觉得有些 很多服装设计师 不一定会剪裁的 因为很多时候他的概念 可能他已经是 可以想到很天马行空的时候 其实主要是靠服装统策 或者裁讽师 帮他去剪裁 所以很多时候 服装设计师 不一定会做的 到我现在做剪裁的时候 我觉得反而 我有两方面 一方面 我觉得自己会做衣服 做得更容易 因为可以知道剪裁 而可以很快地 做到那件衣服的效果 但是我觉得有个难处 就是 因为我会做的时候 我会觉得有些东西 真的做不到 不如不要想那个方向 那时候会限制自己的 就是想法 你会觉得 这样的话 会很浪费功夫 或者是 是未必做得到 于是你会把想法 会停一停 或者是却步 但是假如 你是不懂剪裁的话 你的想法 可能很天马行空 或者可能 我想到什么 我突然想到这件衣服 这裏 可以爆两朵花出来 即是 你肩膀爆两朵花出来 其实 想法是很正的 但是 问题是 如果我从一个剪裁 角度来说 爆两朵花 不可能的 就会立刻剪裁 但如果没有顾虑 这些想法 就会走出来 所以很多时候 去看看 各有好处 我想你这种 有点像那些人说 譬如編剧 如果他自己又是編剧 又是导演 就好像你现在说的那种 如果他纯是編剧 他不是天马行空 写什么都可以 然后不是他导 对比看谁 可以 看谁负责导 那个人去想 就是这样 但如果你又是編剧 又是导演 你写的时候 已经在想 我这样的导演 怎样导演 那你就会不做 我想你现在说的 是否就是这样 正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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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懂做的好处 就是你一想到的 而你想的东西 是做得出来的话 你的产生的时间 你就可以减散一些 因为你很直接 就已经可以做到 又不需要用多时间去 去发展 去做一些 就是做一些板出来去试验 但是就不会 没有那么快 是 那你现在做的 是否两样都有 就是由设计 至到工艺 现在我很多时候 都是纯是设计 纯是设计 加上服装组织 应该二合一 因为很多素 都没有钱 很多时候 会把你的位置 去共同 或者是可能 未必共同 就觉得 你可能找到 你设计的时候 你已经可以想到 怎样做的时候 不如整件事交给你 就是服装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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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时候 我设计完之后 我会找师傅做 我去买布 就是这样 所以我也很坚持自己买布 因为我很喜欢自己选布 我从小到大都很喜欢布 升起来年的布 我可以抹一下 擦一下 抹一下 趁武人动 也要抹一下臉 抬一下手 Australians 看待你不舒服 因为很多时候 会会敏感 因為很多時候會過頭粒 所以看臉會不會很敏感 或者我買布時會在離圈看看顏色是否漂亮 好像街市買菜一樣 我也很喜歡摸摸這部 你喜歡嗎 很喜歡走那個風格街 是呀 你摸摸摸摸這個布你覺得很軟 這塊布給你感覺就應該是很溫柔的 有些布都很濕 覺得這些布是很棒的 先走爛才是最適合的 很多布都給了一些不同的故事或者感覺 天鵝湧那些 天鵝湧就很高貴 生出就已經很高貴 生出就已經是王族 所以我覺得布料對我來說 我現在做的設計 我都幾個強項就是選布料 那自己就找回做三師傅去做 是呀 因為現在自己做不到太多 現在很少是整套衣服自己製 現在反而是人家做了衣服的底 我就做加工 做一些配搭上的東西 或者將它剪裁 或者令到它再加一些裝飾 或者將剪製再改一些 我現在反而是做這個 就不是由零開始 太辛苦了 由零開始 其實做的設計已經很辛苦 我覺得要想很多東西 後期還有這麼多東西 因為很多東西配的 其實一套衣服好看 不僅是三下部便完成 即是你又要配搭一下 究竟那個布料顏色 它的小豬 有沒有花邊 或者車的線是甚麼顏色 雜筆線見變到 加些甚麼顏色 那些配搭反而是多事情想 所以真是很花心的 是 但你仍然是 整天都不需要睡 我現在不可以不睡 現在我想不睡都不可以 因為體力下降 但我又很有心機 但我腦袋不停想這些 可能我乘車便會想 如果這塊布裏 如果再加裝飾 那就會漂亮 如果演員突然肥了 我怎樣加裝飾 令它更漂亮 或者我有沒有想想角色 它是Diva Diva有甚麼特色 我會想想 你穿這件衣服很厲害 你的公主就很漂亮 打了幾個閘 我先記住這件衣服 將來我想想Diva 會不會在這件衣服擺進去 很多時候便會隨著 觀察的東西擺進去 所以我很有心機 平時也會想想 靈感就是這樣嗎 對 就是這樣 突然擺進去 突然擺進去 要不要去歐洲 看一些表演 我又不覺得不用 對 以前的人覺得 他們要先吸收一下靈氣 對 感受一下那種感覺 會不會好一點 對 我又覺得不一定 但是 你要平時多留意 就行了 突然很急 就做不到 對 不過真的 你有時候真的不知道 你會知道 在街上突然有個女人 她穿了一件衣服 已經給了一個靈感 靈感 有時候你不知道靈感是何時用的 可能你覺得 突然她穿了一件公主 或她穿了一件衣服 突然她的衣服 是超低空的 你覺得你的想法是你記住了 但可能在某一個展示 突然你記得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你能用得著 所以很多時候 就存在想法 其實最重要的是 存在之後是記得 有很多時候 我會盡量去記一下 是的 這個才是挑戰 是的 是的 我想想一些事情 拿不到 我記得我見過的 是的 還想想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見過 是的 這個好 是的 我們這麼快 談了25分鐘 這麼快 是的 今集要說再見 好 下一集繼續 下次再談 拜拜 下集繼續和我談談 拜拜